鼓励学生多元学习走出户外体验更不一样的活动 48校共同齐聚进行右童军联合活动 将近千人志工级服务员前往到铁针山 进行射击和垂球等一系列的闯关活动 考验团队默契活动丰富又有趣 台下将近千人随着台上老师的引导 开心共舞展现活力 迎接右童军联合活动 接着右童军到各个关卡闯关 有打锤球以及合接水管传球等关卡 都考验着右童军的专注力与团队合作默契 生命之合就是滚 用管子滚球 然后就可以增进团队精神 那个百发百中 因为它的那个地上很凹凸不平 所以那个球就没有办法很精准的射到里面 还不错很特别 大家们一起就是合作就射得出来就投的进去 对啊 比较少玩这个觉得这个很特别好玩 就是很少会有在有地方玩这种 就是大家一起出来玩然后玩这些活动 这一次48校联合幼童军活动选在生态丰富的大甲铁针山上举行 周围种满相思树 有加利树张树等 让幼童军认识多元生态 游戏过程中由各校服务员和老师设计关卡并担任关注 让幼童军从中体验团队合作 鼓励学童做中学 培养应变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除了在学校接受良好童军教育以外 能够在走出教室 到这边来跟全市的学校来进行交流 切磋 进一步对于童军的技能 能够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我们也期待透过童军教育 来对孩子他未来具备公民能力 素养的部分能够有所提升 那我们今天的活动呢 除了开幕的表演之外呢 那接下来的话会有童军会 他们各分组所办理的 像进程考验 还有探射活动的部分 那学生呢 从做中学里面进行体验活动相关的学习 这个对于他的其他领域的学习 是很有帮助的 鼓励学生多元学习 走出户外 体验更不一样的活动 这次的活动规划 除了让小朋友多接触大自然 也间接培养幼童军们 个人责任和冒险犯难的精神 促进未来学业上和社会适应的发展 就在台中采访报导